大家好,欢迎收听望向编辑部的节目 今次就想跟大家分享一则新闻 已经发生在好几天前 在早几天拜登召开了风力发电的会议 会上也是美国风力发电公司的头头 会上有一项小插曲 这个小插曲被很多人拍下来 也受到媒体所关注 在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我们的网纹编辑部、正向部和浪冷气三个频道 最重要就是分享我们的节目 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帮助 在美国时间的6月23日 拜登开了一个会议 会上来自各个风力发电的代表 讨论如何加大发展这个风力发电 而这场会议对拜登来说也是颇为重要的 因为推动再生能源就是拜登上场的其中一项重要的政纲 不过当中就出现了一项小插曲 就是他高举了他手上的猫子 那张猫子是怎样的呢 我现在开给大家看看 就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他手上的那张纲 不知道他是有心还是无意 他就把里面有字的那一面反了出来 你可以说他有意 也可以说他无意 因为当时他正正在说话 但他的手就拿着张纲 我相信他是想看一看 不过他就没有在意 他把里面有内容的那一面反了出来 但是就是这一刻被各大传媒捕捉到 而且也成为各大传媒的焦点 然后也有媒体把这张照片放大 看究竟上面写些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点就是要进入罗斯福房 以及对在座每位人士打个招呼 第二点就是坐下 第三点就是开始会议 第四点就是约略简介一下今次的会议 然后记者就会离开 当记者离开之后就开始向一些在座的议会者问问题 另外另一位议会者也会加入这场会议 不过就以线上形式来加入 开完会之后就说多谢了 议完之后你就可以离开 短短好几点的步骤 写得很仔细 入来坐下说话 每一步很清晰 好像小学生一样 这样这个内容显示出来 很多人就觉得 拜登为什么要一张这么详细的纸 这些会议会经常都开的 步骤也差不多 为什么他手上有一张这样的猫子 是不是怕他老人痴呆 不记得下一步骤要做些什么 在媒体上就大量有这样的炒作 当这个消息传到中国国内的媒体的时候 也炒得更加厉害 中国媒体很多人就引述他以前做过的傻事 例如他最近踩单车就跌下 坐飞机上楼梯的时候又跌下了三次 握手又向空气握手 说话过往也试过 语无伦纏 不记得了人的名字 好了 种种的 老实说 你逛街跌倒有谁没试过 说错话也有谁没试过 但当这些种种过往出现过的犯错 就一起来说 跟今次这一次 拿起一张猫子 但是自己又不小心反了出来的这个行为 就说成 诶诶 喂 拜登是不是有老人痴呆呢 哈哈哈 也有不少网民 看到拜登手上的这张猫子 写得这么详细 喂 好像小学3 这样 这些会议 照计 开得很纯熟才是 为什么还要写得这么详细呢 在这里我想说说 我相信这张猫子 不是拜登自己所准备的 肯定是他的下属 准备给老板用的 一般来说 老板都是看一看 整个过程 约略知道 基本上就不需要 太过要记下 同时你也可以见到 虽然他就把猫子 翻了出来 但事实上 我相信他也是很清楚 他每一步要做些什么 否则他就不会 不畏意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 因为他当他举高这张猫子的时候 当时他正正 就是向议会者发言的时候 也就是在这张纸的第四项 不过这么幸运 当他举起这张纸的时候 刚好记者还在场 而且也很清晰地拍下了 他这一刻的动作 作为下属 他安排一场会议 又要确保 万无一失的话 那下属会怎么做呢 当然 最好就和老板 在事前来一个彩排 和在他的猫子上面 写得清楚明确一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作为下属 写得好像小学生一样 对老板来说 是否容易跟着呢 但如果他写得很简单 万一老板跟不到 出现了什么差池 那后果是否更糟糕 还有 虽然这张猫子 真的好像很小学生 但在会议上 拜登也悍悍以谈 是没有发言来说话 只不过这张纸 就告诉拜登 下一步 下一个环节 要做些什么 还有 他开会的时候 就并没有出现过 什么其他的错误 只是唯一的错处 就是在 他举高这张纸的时候 就把 有内容有字的面 反了出来 所以 我发现很多媒体 就把他这个动作 视为 是否有老人痴呆呢 我可以和大家说 这个是错误的 他是没有老人痴呆的 大家可以再想一想一层 美国总统的权力这么大 你认为 美国政府会容许 一个有老人痴呆的人 坐在这个位置? 美国政府不是 一人说事的政府 背后有很大的团队 帮助他去执政 而美国政府也不是一人能够说到事 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 很多时候 每个部门也有互相制衡的情况 我们过往看到特朗普的时候 他说一些很疯狂的说话 或者做一些很疯狂的行为 很多时候 就会有不同的部门变回头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发现很多媒体 对拜登的解读有很大的误差 尤其是当他是一个傻佬 或者有老人痴呆的老人家 来对待 或者来取笑 某个程度上 是会导致一个误判的情况 我们在新闻媒体 只是看到一张照片 但是究竟 有没有留意他在开会的时候 说过什么? 他在开会的时候 是没有用猫子发现的 他这张纸严格来说 就不算什么猫子 严格来说 只是一个会议 议程的 一个流程 而这个流程 就算有哪个步骤 跳了或者出现错误 他身边的人都会 立刻能够提醒到他 而这张纸 对拜登来说 只是一个资料补充 都算是一个可有可无的 不过 当一个这样的动作 去到媒体的时候 就会出现很多遐想 或者联想 觉得拜登先生 是不是有病啊? 如果你还是这样认为 恐怕 我就可以跟你说 不要这样误判他 尤其是拜登这种人 在美国这个政坛帐功 混了四十年 还可以在这么大年纪的时候 坐到最顶峰 可想而知 他本身就不惹小 他也不介意 让你知道 他有什么弱点 也不介意 在媒体面前出丑 例如 早几天 他在街上踩单车 快停下 他就跌下 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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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觉得 美国总统禁止 笑他 其实 你很可能 就中了他的计 他经常在过往 不同的场合出错 但一般来说 这些出错 会不会影响到他的执政能力 老实说 我看不到有什么影响 但是 他的出错 反而就导致更多人对他的误判 觉得他这个老人家 都快80岁了 就来闻到棺材香 在我自己眼中看来 他看来很可能 都很久没闻到棺材香 在上次踩单车的时候 他就在落地这一刻 就不小心跌倒 但是有没有人留意过他 踩单车的时候 他是踩得很快的 跟着他尾的特工 都要陪着他踩 一个79岁的老人家 还可以很敏捷地踩单车 我个人认为 他真是心臟力健 事实上 但是 好不幸 他就在落车那一刻 可能他的脚还没踩正硬位 还没缩开踏板 从而 就跌倒在地下 但是跌倒在地下 这个动作 对很多老人家来说 事实上 都是 可为危险的 但是就算 他那一刻跌倒完之后 他也很快就站起来 站起来 说两句话 之后就离开了现场 他跌倒完之后 那几天还可以开会 可想而知 他根本就没有大外 所以 大家就不要随便误判他 每个人都会有跌倒 或者做错一些事情的时候 甚至乎 你蹲下绑鞋带都会绑错 所以我觉得 不要在这些小事情里面 以为拜登 就来闻到棺材香 就来香一样 那其实是 很大的误判来的 有时人越老 就更加懂得 赤老埋老 他怎样赤老埋老 你看看 我真是老压压的 你不要搞我 这样的态度 这样的做法 就会令到他的敌人 他的政敌 甚至乎 其他人对他的 一个很大的误判 以为他真是老到没了 我再回来 看一看 他做这个动作 一般网民就怎么说 在这一则消息 在媒体公布了之后 有些网民就说 这位叫The Gibson 就是这样说 如果他这样举一张猫子 都不代表他有老人痴呆的话 那究竟是有些什么呢 另一位网民就这样说 哇 你看这个拜登 多令人尴尬 这么小的事 都搞到有天获足 这样 好了 另一位叫做Being Honest 的网民就这样说 就算你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都好 你能不能够说我 知道 举反了一张猫子 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Oh my god 哈哈 而另一位网民 叫做Land Note 他就说 这件事情 一点都不有趣 只是能够证明到 他根本就做不好这行工作 他根本就不应该做总统 哈哈 不过无论如何都可以 一样事实 他真的年纪非常大 出现这些错误多了 亦都蒙过口飞 不过就不要因为这些错误 而对他有所误判 不然恐怕你就中了他的计 好了 今集就说到这里为止 下集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